銅鑼鄉新湖溪建置太陽光電廠案 在提案的步道景觀喬平台 舉辦說明會 銅鑼鄉竹森社區發展協會 也在現場掛了白布條 訴求要公園不要光電 地方湧現抗議的聲浪 講也是多講的 我今天講很白 再講大家都不會同意 長長 我還是跟你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原來設計 只是在這個地方 做個涼體式的 銅鑼鄉長 謝長年就表示工作曾經邀集光電廠沿途 六名的村長還有居民來開會 認為光電廠預訂地有步道自行車道 以及植栽設施等等 那麼也是當地鄉民運動休閒的好地方 如果未來裝設了太陽能板 有可能會因此格格不入 所以地方也是反對到底 也希望縣府來尊重民意 而縣府是表示主要是針對民眾 一律來進行說明 並且蒐集意見 會整之後再來簽報才是 整個案件都還在規劃階段 如果未來要做也會做好溝通 尊重地方的聲音